- 木梅军,辛苦了 沒有你的樣子啊 你不是公司的員工 為何我打不上咖? 各位,这条叫东教桥,下面那条叫花地河 喂,我也是第一次过来这边,真是不好意思 所以说在这里,收藏了在方村地区,当地的一些居民 说过来必吃的一间老字号大牌当,宵夜当 很漂亮,很舒服 那条桥,我刚刚脱了口罩来闻了 是不臭的,真棒 大家看,这个名字是我吃得起的,真是叫做得起的 很多人都已经,看来真是所言非虚 方村的朋友,真是很喜欢来吃 都是名记的,是吗? 粉丝记,多谢 是方村姬文吗? 当然是方村姬文 好,全场五节 他说这里是整个方村的人必吃的 天花板 即是方村烧夜天花板 烧夜天花板 他在那里是怎样的 方村最好吃的烧虾 方村最好吃的烧虾 有什么特色? 山蚝 看来很大小 我要赶过五十多元 这一只能做得不错 我们来拍个特色 但其实比方是出炸 的话,大家也觉得是天花板 可以逃跑 其实可以逃跑 谢谢各位 首先是靠河边 今天可能河风有点清净 你出身都比较舒服 而且也算是开阳 方村的街坊也不算是做完 也没说是吃烟鸡 不错我这边的感觉 生蚝一定要吃 生蚝煎饺 煎饺? 煎饺 米粉 好吃 炒米粉 先吃,我应该吃不到太多 要试味道 亲善大使 笑容可矩 我会吃 我会推销 餐方 很香 大丑不可以介绍 不可以炒香 我知道为何炒花板 他真的推销得很厉害 但他不是很厉害 他是很笑的 太多了 也不知道为何 对 对 你看看这个生蚝 哦 这个份量58元 我可以吃一口 我自己都可以吃两口 嗯 嗯 嗯 真的很好 滑山丝一定是硬的 既然是招牌 如果有很多人来吃的话 一定是不错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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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生蚝可以吃两口 待会可以吃 接下来吃 一个饺子 呈什么角形呢 呈什么角形呢 呈一个 B字形 B字形 对 这样的形状 嗯 嗯 哇 肉量驚人 首先脆 脆 脆香 它里面的调味料都是合适的 咸甜比例是合适的 香也都是香 但我想说的是 它肉的份量是很高的 有些地方吃的煎餃 韭菜会多很多 但是它这个肉的份量 是不少的 整个都是肉 咬下去是 不是淡淡粉 不是淡淡韭菜 而是淡淡肉 而且这一碟 很多 这个生蚝比较高 哇 嗯 煎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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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元 2元多一点 但是肉的比例是OK 不错 不错 煎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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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之前在哪里做饺子 在平州 平州 新市场 明辉饺饺子 我们也做得很出名 但是 明辉饺饺子是你们 所以我看到明记 吃得起 叫做吃得起 我们是明飞 吃得起 明飞是我的名字 那不是姬子 是的 哈哈哈哈 这边搬到这边多久呢 八年了 八年左右 有些蝦皮 蝦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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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担盘 蝦米 十元 这么担盘 是啊 所以我们的食物很值得 这个要试一下 这个我真的没吃过 嗯 好吃 反而它加了蝦米 鲜蝦的味道 它会带得更出一点 所以它的蒜蓉 其实不会加太多 其实蒜太多的话 你反而吃不到那种茄子的清香 这个会有 嗯 嗯 咬下去的蝦皮 有些蝦米 咬下去的 很薄的 咬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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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驚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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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价比 这个炒细粉 其实我 一开始已经吃了 我给它的评价 都是很够锅气 这个好吃 好吃 味道是够的 各种香料味 这个值得是用狗王去炒 够香够油 够好吃 这个好吃 这个 咬下去的蝦米 我觉得香一点 你自创的 是的 我们之前没有人加 但是现在我们加的蝦米 很多地方都懂得加蝦米 这些评论 说你们是 这个 方酸 烧烤价的天花板 哈哈 这个人说得 夸张一点 我知道外面 卖得很贵 但是我觉得 没有必要这样去做 所以我 我不会跟它 走那条路 我觉得我要 走回自己的路 我们这些 基本日清 好像饺子 你迟些来都是没有的 是日包的 生熬也是 我们会直接发货 如果是小 人家也不会这么发货 你出来吃饭吗 是的 喂 有没有去坐 有坐了 一起坐 行了 我认上来 这是几十年的老街坊 旁边的街口 虾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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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没见了 哈啰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虾仔 虾仔 哈啰 怎么样 这里是粉丝说 方川 烧夜天花板 是啊 这里有很多人来吃 为什么呢 又便宜又便宜又好吃 又好吃 你来多少次呢 很多次 我都不记得了 我见你没有点牛肉 你又干了 牛肉好吃吗 好吃 你吃过 哎呀 那不是那么好的 真的不是那么好的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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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刺肥牛粒 原刺肥牛粒 先试一下 好吃到我 整天在企业都会想着来吃 哎呀 很重牛味 是啊 因为有牛油在 这里有就脚啊 还有 就是 吃过很多地方 觉得这里 挺好 那就 已经形成了一种乏惯了 拍完之后 可能会炒死他们 可能 现在没有那么好生意 如果不是疫情那时候来 很好生意 如果他突然间好生意 你们会不会不开心呢 那又不会 人家做生意 好当然是好的 嗯 是吧 看着他做得好 做人是这样的 哎呀 那这个好吃吗 好吃 来来来 不用了 说笑而已 够了 不用了 不用了 哈哈哈哈 谢谢 谢谢 其实这个招牌 你远看真的写明记两个字 但是 非知他非 明非 好 老板娘不错 说到说 为什么这么多附近的街坊 很喜欢过来吃 我觉得首先 一个原因是 这个环境足够 它虽然是一个大排档 但是 在老板娘的 亲手的主理之下 其实是井井阳天 那些服务员有亲善 食品出品方面 其实也是有讲究 所以 大家回头 多点回来吃 是啊 很舒服 你看我现在多舒服 这种感觉 如果可以 如果形象允许 的话 我会坐在这个地方 因为这边的风 真的不错 这边的感受 夏天吃宵夜 我想都是一流的 有机会可以试 开推荐自己的朋友 过来试试 广州地道的烧夜 这是品诚记不同平台 看不见关注 下次更新 大家就没错了 没有心态的